如果要是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呢 这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准妈妈杨幂 我们发现这个杨幂虽然怀孕了 但是她的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 最近呢在网上流传的这样一组照片 她穿着短袖还又蹦又跳的 看着真让人揪心呢 本爹只怀的男娃才经得起折腾啊 中日穿短裙拍戏又蹦又跳 孩妈不要太拼命 刘凯薇看你媳妇 已怀孕的人大冬天的穿着短袖 在运动场又蹦又跳的 揪心啊 我说杨幂 您这位80后的准妈妈确实非同一般 怀孕三月多不仅没有在家休息 还夏装冬穿又蹦又跳的 怎么不让旁人看得揪心 就是你看那个照片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其他双脚都不会离地的 对因为那是一个就是借位的拍摄方式 真正的去那个特别激烈的爬什么的 是有提升的 他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那个 就是在乎他小宝宝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什么动作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而且他也会跟导演 就是导演也会跟他共通嘛 我们动作戏如果是他玩不成的 我们都是会有文体来 或者武体就是来指导来完成 会在小蜜他能够做的范围之内 去尽量地去保证这个电影的一个质量 原来只是借位拍摄 因为和小时代电影的深厚感情 加上全剧组上下的精心照顾 杨幂赛坚持有运在身 还有完成电影续集的拍摄工作 因为这个也是他对小时代的感情 非常特殊 那除了现在拍小时代这一部电影的话 他有其他的工作在身吗 没有没有 拍完这部戏之后就停止工作吗 暂时的 对他拍完小时代之后 就会那个待产休息了 所以说嘛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杨幂的这种敬业的精神 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呢也要替这个粉丝说一声 你一定得好好注意身体 好 好